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的YouTube频道啦 那周中呢我们结束了这个一连串呢 在主场的这个连升纪录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了这个营潮啦 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对手呢都不好打啦 那本周末的这个对手呢 就是在上一支碰面呢 2比2比赫的这个布莱顿哦 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呢 来聊一聊呢我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期待吧 好啦感谢你呢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啦 按赞留言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 同样是支持六浦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啦 那目前呢这个频道的订阅数呢 在880左右哦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呢 就是进入这个900订阅数啦 所以我们还差20个订阅数左右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啦 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那你又是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呢 就可以移动一下你的这个鼠标啊 或者你的手指呢 去按下这个红色的这个订阅按钮 来支持一下本频道啦 那另外呢如果想要看到一些幕后制作啊 或者是比较生活化啊 那最近呢其实是做了很多这种问答的这种内容啦 在我的IG上面啦 那如果有兴趣呢 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朋友们呢 就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这个IG啦 很开心的 已经突破了这个100的这个追踪数哦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啦 我们往这个150追踪数呢 去前进好不好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去追踪一下我的这个IG呢 还有按下这个本频道的这个订阅按钮 支持一下这样子啦 那马上呢我们就进入话题啦 我们先来聊聊上一次 两队的这个碰面哦 那主场呢 2比0领先的这个情况下啦 我刚刚也有说啦 最终呢 2比2呢 被这个布莱顿给比拼哦 那这场比赛呢 其实最明显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当时候这个三中场的配置哦 那当时候呢 这个Fabinio呢 还有Tiago呢 都是双双缺阵啦 那那一场比赛呢 我们派上的这个中场呢 是Jordan Henderson Nabi Keita 以及Kurtis Jones哦 而结果呢 这个情况呢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啦 中场呢 基本上是完败给了这个 布莱顿哦 那当时候那场比赛啊 Yves Bissuma 这个Adam Lallana 还有这个Enoch Mwebu啊 都是打得特别特别好啦 但是这一次呢 利物浦的这个 算是全年到期啦 这个Fabinio啊 Tiago啊 Handerson啊 Keita啊 其实呢 都有能力呢 在这场比赛呢 得到这个首发的这个机会哦 那中场其实就是 像我刚才说啦 很多这个人选啦 所以呢 应该会比较呢 有这个 针对性呢 去做这个 排柄步阵这样子啦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我个人的这个 预测首发 席人啦 那我们先来聊聊 对手这个布莱顿哦 那近期呢 其实布莱顿呢 是有慢慢从这个 三中卫的这个阵型呢 改打这个四后卫这样子啦 那都是在这个 4-4-2啊 4-2-3-1啊 4-3-1-2啊 这种阵型呢 不停的这个交换啦 而上一次我们碰面的时候呢 其实布莱顿是排除了 这个4-2-3-1的这个阵型啦 所以呢 其实这个四后卫的这个阵型呢 对于布莱顿来讲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这个陌生哦 那这场比赛呢 我个人认为啦 他们会像你们在战术版上 这个阵型啦 主要呢 还是像上一次碰面这样哦 稳固这个中场这一块啦 得到更多的这个 控制这样子啦 那比苏玛呢 和这个亚古莫德呢 这些都是本赛季呢 比较 几乎全勤的这个中场啦 那我也预测呢 Adam Lallana这场比赛呢 应该呢 是会得到这个首发的机会呢 来打这个 劳东家这样子哦 那至于六虎这里呢 其实 这个后防五人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保持不变啦 那 三中场呢 我也是派出我们最强的这个三人啦 那就是这个 Diaz 对不起不是Diaz哦 这个 Jordan Henderson啊 Fabino啊 还有这个 Tiago啦 那至于前场三叉集呢 我个人啦 我是预测这个Diaz呢 本场比赛呢 会得到这个首发机会哦 Mane这里呢 应该是会得到轮休啦 那Diago Jota这里呢 则是得到这个 中锋的这个 出场机会这样子啦 好啦 那接下来就来谈谈 本场比赛的这个五大看点啦 那第一点呢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主队布莱顿啦 那其实最近呢 这个布莱顿的这个比赛呢 是这个表现呢 是非常非常糟糕哦 那本赛季开季的时候呢 布莱顿的这个状态呢 其实一度是特别好哦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啦 曾经是排在这个 银巢榜上的这个 前四好一段时间这样子啦 结果呢 到了这个东窗啦 特别是东窗一月左右呢 突然这个状态呢 就有所下跌这样子哦 那其实近期呢 这个五场联赛里面呢 已经吃下了四场败仗啦 其中呢 两场呢 还是在这个主场呢 输给这个 Aston Villa 还有这个本利啦 而且呢 这两场主场的球赛呢 并没有取得进球哦 所以呢 其实布莱顿已经连续两场呢 在主场呢 没有取得这个进球啦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啦 我个人呢 其实是非常喜欢 布莱顿的这个主帅 Gran Porter的哦 那 呃 这场比赛呢 我个人认为啦 应该是不会再跌到更低啦 所以呢 利物浦这里呢 应该还是需要担心一下啦 而且每一次我们 面对着Gran Porter的这个比赛呢 其实一点都不好打哦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啦 这个布莱顿面对利物浦呢 会不会有一个反弹这样子啦 当然是希望不要啦 那上赛季呢 我们聊到这个布莱顿呢 我们大家都会把目光呢 放在这个中场 Yves Bissuma的身上啦 但是呢 本赛季呢 我个人认为啦 需要得到关注的呢 是这位新影员哦 Mark Kukurella啦 那完美的融合了 这个Gran Porter的这个 三后卫的这个 战术这样子哦 而且还非常适应这 营巢上面的这个打法啦 那上一次碰面呢 其实这名西班牙边位呢 算是把Sala呢 防得非常的好哦 而且在这个进攻方面的这个贡献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大啦 那这个Liangelo Trossard的那一颗进球呢 其实呢 一部分呢 主要还是要归功于 这个Kukurella这里的这个传球啦 那本场比赛呢 我自己也是会把这个注意力呢 放在这个西班牙人的身上啦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呢 这一场呢 Kukurella的这个表现吧 好那第三点呢 我们就拉回利物浦这里啦 我们就来聊聊Sala最近的这个状态哦 其实感觉上呢 这个埃及法老呢 已经很久没有取的这个进球了 而且在社交媒体上面呢 其实也是有看到不少的这个 球迷朋友在说啦 就是Sala最近的这个表现呢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啦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呢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啦 那上一场呢 其实对了这个 国际米拉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个进攻方面呢 主要啦 三名进攻球员呢 这个 其实 状态都是蛮死亡啦 那前一场比赛对了这个 西汉姆的时候呢 那一场比赛呢 确确实实是打得不好啦 我在我的这个赛后观感呢 也有把这个Sala呢 选为我个人的这个最差球员哦 再往前推呢 就是对垒这个切尔西的比赛啦 那那一场呢 0比0的这个决赛呢 虽然Sala是没有取得进球啦 但是我认为呢 在那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哦 那其实在切尔西之前呢 就是我们这个6比0 横扫力之力的这个比赛啦 所以我认为呢 进两场的这个表现呢 可能是说 有这个进步空间啦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他的状态呢 没有到特别差这个地步哦 当然啦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Diaz呢 加盟之后呢 我们这个进攻的这个改变呢 其实是非常的大哦 在Fermino啊 还有Jota受伤的情况下呢 Mane是被推到了这个中锋的这个位置啦 所以我们进攻这个路线呢 是有更换了一点形势啦 所以难免会影响到了 Sala在这个边路发挥的这种感觉啦 不过本场比赛呢 当然啦 我们还是希望Sala呢 取得这个进球呢 去继续去冲击他这个 进去的讲这样子啦 那本场比赛呢 当然是要把目光呢 放在这个Mohamed Sala这个身上啦 好啦 那接下来呢 上面呢 我们提到说这个中锋位置呢 我是给到了这个Diogo Jota啦 但是呢 其实本场比赛呢 我们也不要忘记哦 这个Fermino呢 也是已经回归啦 那周中呢 其实对了这个国际Milan的时候呢 Jota呢 也是出任这个中锋啦 但是到了比赛的这个中锋的时候呢 其实是被换到了这个左边锋 Mane呢 反正是去主打这个中锋这样子啦 但是呢 必须说啦 Diogo Jota呢 在那一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是相当令人失望哦 而且自从这个 商与复出之后呢 葡萄牙人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并没有来得像之前这么好啊 反正最近呢 这个Dias Mane Sala的这个三叉戟呢 其实是表现得更加好啦 算可以算是有一点顺风顺水这样子啦 不过呢 如果本周的这个比赛呢 我个人是在想啦 我们到底是会派上这个Jota呢 或者是Fermino去主打装风的这个位置啦 还是你们球迷呢 你们会想要看到这个Dias Mane Sala的这个组合呢 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手法呢 把名单上哦 那我个人是想要听一听你们的意见啦 你们觉得本场比赛呢 Mane呢应不应该得到这个首发机会 出任在这个中锋 还是你们觉得呢 这个Jota呢 和Fermino呢 可以再回到这个中锋的这个位置呢 然后去做这种后撤啊 持球啊 然后组织呢 去把这个球呢 分给这个边路的这个Sala还有Mane这样子啦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啦 好那最后一点呢 我又要提到这个Nabi Keita了啦 那周中呢 其实Nabi Keita是得到了这个轮球啦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1比0落后的这个情况下呢 克洛普呢 选择把他呢 跟这个Handerson呢 换上场呢 去控制好这个中场啦 那但是我必须说啦 短短20分钟里面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我认为是相当出色哦 比起这个Kurtis Johnson那样的比赛呢 在这个左车呢 Nabi Keita是更加有贡献这样子哦 控球啊 还有这个护球能力啊 已经是在本赛季呢 是看到有所进步啊 而且还有这个 原色的这个能力呢 当然啦 本赛季其实已经打进了很多这个 原色的这个进球哦 但是呢 尴尬的就是啦 以目前这个球队呢 最佳中场啦 Tiago Fabinho 还有这个Handerson呢 Keta呢 想要挤进这个首发11人呢 是相当困难啦 我们都知道了 Tiago还有Fabinho呢 对于中场的控制呢 非常好啦 而且Jonathan Henderson呢 又是我们这个球队里面的队长哦 如果你不放他的话 感觉上有一点失礼啦 而且Jonathan Henderson呢 在这个进攻方面啊 还有防守上面的贡献呢 都是相当不错哦 但是呢 晋级一场呢 其实我认为啦 Nabi Keita只要 替补上场的这个表现呢 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哦 那再加上他对蕾这个切尔西的时候 当时会因为Tiago受伤而首发啦 Keita的表现呢 我个人觉得也是将近满分的啦 那本场比赛呢 我个人呢 是会继续把这个目光放在他身上啦 但是我知道呢 本场比赛呢 他比较大的可能性呢 是会坐在这个板凳席上啦 那我想问问各位啦 你们会不会期待呢 Nabi Keita在这场比赛呢 的这个 会不会有所表现这样子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啦 或者是你们可以告诉我 你们心目中的这个 三中场人选到底是谁啦 Nabi Keita呢 会不会在这个三中场里面呢 得到这个一席为止啦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赛前看法啦 那我也欢迎大家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这个预测比分 还有你们的这个预测首发 11月啦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